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 只为功夫人定制的服饰和新加坡聚英国际馆聚集天下英才所为你们联合冠名播出的自卫书课程班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讲 黄思亮教练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连接上个星期的上一次的那个巴西楼书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记得观看我们上一期的巴西楼书的那个讲课的过程 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 如果你想看更多视频的话 请到我们的功夫者网网网站去 如果想要结交更多功夫爱好者的朋友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QQ考论群去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公众微博 如果你在新加坡想与我们联系 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今天是由我们的董教练陪我一起讲解这场课 观众朋友们 我们会连接上一期的巴西楼书课程 我现在直接从上面开始讲 现在我在董教练的身上 今天我要把董教练的手呢 怎么样把它搬到我们的Figure 4那个4号锁去 所以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脖子 然后进行这个 对 进行这个腋下的那个刀手 用我的胸跟他按下去 对 然后这个呢 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讲解了 所以仔细的讲解呢 请看上一期的节目 所以我在按的时候呢 董教练要把他就把我手按着然后推出来 在他推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一 二 三 起 然后把他手拉过去 然后接着用我的胸跟他按着 现在董教练的手就不能够过来咯 我就用我的 他在他的脖子底下的手 锁住了他的这只手 然后这只手呢 我就往董教练的手底下 穿过去 然后握着 形成这个4号锁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把身体往上一伸 然后把这个靠近董教练的那个 呃 左手的这个手的那个脚 提起来 我会把董教练的身体一转 然后躺着 坐在我的屁股上 然后我就躺下去 看到我的手吗 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重点呢 在我的这只脚 我会把董教练的手呢 这样勾着扣起来 好 第一个是要注意我这只脚 所以扣着他咯 第二个 记得我的这个4号锁 看到我这个4号锁吗 我会在1 2 3的时间呢 换手 所以你看我这只手 1 2 3 我换 然后这只手呢 我马上用这个部分 这个拇指的部分 所以我会放在董教练的脖子底下 通常呢 这个时候呢 我董教练因为把他的脖子往下沉嘛 他的下巴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像这样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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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他的脖子底下 然后勾着他的肩膀后面 然后轻轻的拉 对 这个时候呢 我就锁着他的喉结这一带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这个1 所以这个你们分解呢 你们可以从这边开始 手刀放叶下 下沉 然后你的朋友推你的手 这个动作 再重复一次 手刀放叶下 下沉 你的朋友一手一推 你身体一伸 拉 下沉 这个动作呢 一次做5次 连续做1回合做5次 连续做3个回合 然后兑换 好 第二个 这只手推4号锁 这个手推4号锁 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练好 记得在锁手的时候呢 重点是身体不能起来 因为身体起来 董教练的手肘就跑掉了 他把手肘拉回去 我就失去了这个手 所以就叫做身体不能够离开 1 2 这个呢 同样的一组做5次 我们同样的会做个3组 然后跟你的朋友兑换 好 接下来呢 做这个动作 起 上 转 这个动作呢 一组做5次 同样的做3组 好 然后从这边 我会坐在我的那个 我会坐着 坐 然后 转 重点呢 在我的脚 当我一坐下去躺的时候呢 我这只脚就会跨过董教练的这只手 然后把它勾起来 在巴西融术呢 你全身都是你的用具 你全身都是你的武器 所以一定要用到你的全身 好 重复一次 4号锁 做 动 一组练5次 同样的练3组 好 然后在这里呢 换手很重要 这个呢 重点在我的这只手 我这只手呢 当抱着董教练的时候呢 这个4号锁的时候 我这只手其实已经沉在董教练的下巴底下 然后待我换手的时候呢 其实是这样子 砰 看到吗 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得要快 所以我们当然在做的时候 我们这只手呢 已经会把董教练的下巴给抬起来 代表给它往下沉 所以在1 2 3 换 这个很重要哦 再来一次 1 2 3 换 这个动作呢 同样的一组做5次 做3组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在帮你把朋友的下巴往下沉的时候 我们就像开罐子锁这样 咕咕咕咕咕咕 跟他推进去 你这样子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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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朋友的脖子 那个背后底下 比方说 我会把我的左将 千万记得不是这样 你这样的话锁不住董教练的脖子 我们要的呢 对 是用我们的这里的骨头 然后这样子锁 很深的这样子锁 好 这个呢 锁在董教练的哪里呢 锁在董教练的肩膀后面 背部这里 所以是很快的这样子一转 然后这个 手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放在董教练的喉结底下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董教练会比较不舒服 然后身体 记得哦 我今天不是用力这样爆 呃 这样是抓不到董教练的 我是勾着 然后用我的身体拉 对 所以 其实是我的手放在这里呢 然后我用我的腰部 来伸董教练 来伸起来 然后这个45度就往董教练的脖子 那个那个 呃 这个结 那个喉结底下 撑上去 这样董教练才会比较不舒服 所以这个呢 一组 我们会做5次 同样的做5组 所以同学 安全哈 一定要记得 1 2 3 然后在拉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太大力 我们就轻轻这样 轻轻这样子拉 所以你的朋友感觉到紧 就会拍你了 好 董教练的朋友们 所以这个 在这个动作呢 我们集中在我们的手臂 还有我们的腰部的运动和协调性 所以平时呢 一定要注意在那些手臂啊 腰部啊 还有整身的协调的那些动作跟运动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在柔树的那个 这个方块里面做成长跟进 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 官方网站去 如果想要认识更多功夫爱好者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们的QQ讨论群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 官方微信 跟我们的官方微博去